网络世代发达阅读实体书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不过在花莲南区有一群热爱阅读书籍的人 在复理成立了书店 透过南区农业根基发展出属于粽谷特色书店 在农业的重点发展重镇结合了山谷、河流还有稻田的地景 但是一间书店叫做米米书店 墙上陈列的跟豆田产业花冬粽谷相关书籍 一旁还有贩售复理在地的稻米以及相关特产 这里是布里乡第一间的书店 是由一群热爱阅读书籍的年轻人所创立的 我要米米书店顾米思义 就是我们希望大家都了解稻米的这个产业 所以在我们旋律上面我们其实会以这个部分为主 那再加上老板他本身是 就是就读社会不利相关背景出身的 那当然我们在这一块有其他相关书籍 透过南区农业的根基发展出属于粽谷特色的书店 在农业的重点发展乡镇 结合山谷河流以及稻田的地景 开启了在副里诞生的一间米米书店 可以让就是南花莲的不管是在地的人 还是说这些小朋友 让他们可以有个就近阅读 然后让他们有一个接触书籍 然后还有一些不一样的资讯的机会 书店伙伴表示未来这间书店会继续规划其他企划活动 让大家认识并且看见副里的人事物在地的故事 记者高雄双副里乡采访报道